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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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台大貨車檔內這個路口啊 真的是 吹下去了 我們現在要去宜蘭了齁 現在已經是台灣的八月了 這個季節依然 它有很特殊的蝦種就是 炒蝦 好吃好吊又好玩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宜蘭 這麼漂亮 漂亮 漂亮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宜蘭的預熱釣蝦場 今天我們要來這邊一起釣草蝦 哇 現在天氣非常的炎熱啊 我光站在外面瞧這個攝影機 我弄到滿身是汗的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進去準備一下釣竹 再一起體驗 我們預熱釣蝦場的草蝦池 會是如何呢 那我們進去吧 GO OK了各位 我已經準備好釣竹了齁 今天我用的釣竹是 草蝦之勇三號 還有搭配這種 梅花溝 至於今天做釣的話 我覺得我們好久沒釣蝦 就先釣個兩個小時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兩個水深 就開單做釣囉 還好我要開兩個小時 現在會復蟲嗎 會 謝謝你 好了各位 我已經開好單了齁 我剛開了兩個小時 他的草蝦池收費是750元 雖然說這個價格 我們應該可以去吃一些什麼餐廳的 可是釣蝦 他就是有好玩的地方了 好不好 那我們開始做釣吧 來吧 水蕊 哇 欸 欸 開虎了 欸 各位你看 草蝦也會吃豆耳欸 哇靠 至於沒有釣過這種海蝦池的觀眾們啊 今天由草蝦來吃我們的鵝 好可怕 浮標只要沉下去 你就直接開槍就好了 不要懷疑啊 喔好像有炫耗咯 天啊各位 我覺得這第二隻蝦真的得來不易耶 因為剛剛齁 攝影機出了問題 我光喬攝影機 我就喬10分鐘了 沒有想到很久沒有拍片 竟然出現了一些拍攝放送事故 欸 浮標省下去囉 有 搞定意外之後 終於 開始在咬了 欸 浮標省下去了耶 天啊 開始咬了耶 各位我們終於 開始釣到蝦子了 這狀況 這個節奏 希望能保持下去了 各位啊 他今天的這個蝦子真的還蠻肥的耶 哪有孩子 有有有有 啊看 欸 我時間好像差不多到耶 那我們先去收肝 然後再算蝦量吧 那我們來算一下 我們先釣兩個小時 750元的草蝦池 有幾隻蝦吧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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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算OK了啦 那我們用海鯨來量一下有多重吧 一斤零一兩 我覺得這樣子已經很OK了啦 因為今天齁 我們剛開始的釣礦還不錯 可是釣到一半之後 突然蝦子就不咬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這些草蝦帶回家處理吧 嘿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回到工作室了啦 你們一定有好奇說為什麼 要放一包拉麵在這邊 因為只吃蝦子會餓 就這麼簡單 那今天我要做的料理是蒜農蒸蝦 那我們開始做吧 首先我們先將草蝦洗乾淨了 這些草蝦我都是原封不動的 將它從宜蘭一路冰回來 新鮮直送了 蛤 那我們現在又開一背 剪刀拿起來往它背這邊 捅進去 那剪好之後我們再擺盤 那剪好之後我們再擺盤 那接下來做個蒜農醬吧 那接下來做個蒜農醬吧 接下來製作蒜泥 接下來製作蒜泥 接下來加入30的醬油 算了 四匙齁 還有四匙的米酒 四匙砂糖 這種砂糖他是白砂糖 如果要比較香的話建議用二砂 二砂做的蒜濃醬會比較好吃 接下來攪拌均勻 接著再把蒜濃醬均勻倒入 蒜濃醬 那在等待過程中我們先來處理青蔥跟煮拉麵吧 下測的蒜濃醬 現在蒜濃醬 阿蘇 蒜濃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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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这个虾子应该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准备上餐桌 开动哦 终于完成了今天的晚餐了 不瞒各位说 今天钓完虾有在宜蘭豆流的虾钓隔鱼 所以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 好不好 我今天只有吃一餐啦 真是觉得有点累啊 哇 在家里就可以体验到 几乎跟拉面店的味道一模一样的汤头 不得了 那我们来加一点拉面胡椒吧 再来夹一口 包含着满满清 清葱的面 来喝一口汤吧 那现在该轮到今天的主角了 蒜笼炒虾 这个虾子上面沾了满满的清葱啊 这个清葱沾这个酱好好吃哦 你再吃吃看 炒虾 就是这种炒虾 十分的鲜甜啊 而且咬下去它是有带有Q弹的嚼劲啊 还有这只虾上面沾满的蒜泥啊 这个酱汁它包含着满满的蒜蓉香 哦 它好香哦 我觉得把虾子吃下去之后蒜头浓郁还是有嘴巴里飘让着 好舒服哦 青葱炒虾寿司 青葱炒虾寿司 各位今天我们有个小惊喜 就是这个 今天我在虾场刚好遇到观众 他就请了我一罐台湾啤酒啊 用这个台湾最棒的啤酒 敬你们 虽然我今天忙完的时候 那位观众他已经先离开了 但希望他后面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呢 我们赶快趁拉面整个烂掉之前 先把它吃掉哦 吃完了 尤其今天我们在回来之前 我还去宜兰钓了个鱼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现在来到宜兰一个排水沟附近 让你看一下 这是我准备的脚踏车 还有钓杆 我想说在回去之前 我们来这边钓钓鱼 看看我们等一下能钓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出发吧 GO 好啦 那我先来这边钓钓 第一站 警仲桥 来吧孩子 水雷 PUSH NICE SHOT 好吧 我觉得我们直接换个钓点好了 OK啦各位 我们继续前往下个钓点了 刚那个钓点抛几刚好发现 我们觉得不太对劲 我们这种排水沟 你越往下 会越接近出海沟 哈哈哈 哈哈哈 没什么要说 这辈子哦 每过一分钟 就等于在台湾的60秒 好 好 各位 给我们看一下了 你看宜兰 它这个地方 旁边有这种养殖池 养殖池旁边就有这种排水沟 我就觉得说 一定会有野生的鱼 来吃这种养殖池 它们排出去的东西了 我们再看看说下个钓点 能不能钓到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终于 哇 哇 哇 YES 诶 诶 这只哦 乖乖 哦 诶 各位 乖乖 哦 好可爱哦 那我们把它放回去吧 水啦 至于今天钓虾的部分 我觉得这本身它就是个休闲 有满足就可以了 那这些虾子 我等一下会把它吃完的 各位不要忘记记得订阅啦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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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